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丙隐甲武丙武丙生 这是一个难免 他是在问书 甲成年这个八字就会出现消映夺食 那会怎么样 很多人其实他都有这一种的情况 也就是属于满天飞 可是他压根就没有去看书 他的八字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现象 都只是看到消映夺食 他有消映有食神 就叫做消映夺食 很多根本就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的本命 我们可以知道天干是甲木生丙火 他的地支银木生吾火 特申金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 以他的本命而言 他八字的财运很糟糕 他现在进入的是戊虚大运 进入戊虚大运 天干为甲木生丙火 生戊土 地支 隐木生吾火 生戌土 生金 所以从这边你会发现到 他地支受伤的生金复活了 你在这边为什么你就不说 他叫做消映夺食 这边也是消映夺食 你为什么不说 一定要到甲成年 各位 这就是很矛盾的一个点 然而我们再看甲成年 他的状况 天干 甲木 两个生丙火 生戊土 各位 一连相生 他的地支还是一样一连相生 根本就没有改变 哪来的消映夺食 顶多 各位 隐月 把尘土干掉 就这样子而已 出现了一个食伤受伤 但是食伤受伤 他的财运还是在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 各位 这个就是 很多人根本就不是在学八字 而是 现在网路很发达 网路上随便Google一下 一堆术语跑出来 然后自己 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 也跟著 满嘴跑火车 说真的 会批命吗 不会批命 但是 会讲一堆的术语 这就是 现在人 学八字的一个状态 根本就没有完整的学八字 都是 用自己的八字 在学八字 从头到尾 就是 研究自己八字 然后 就是用网路Google帮忙 学了一堆术语 到最后还是不会批命 这就是现在人最大的问题 所以各位 学八字 不要犯这种问题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由 宏宏老师点个赞 我们 下次再会 拜拜